打火救灾 消防员够辛苦了 没想到有人却遇到 逼火海南解了婚姻问题 台中理性消防队员 18岁时和陈姓女子奉子成婚 但她说陈女婚后搬到她的宿舍 却常和母亲起争执 闹得不愉快 陈女后来席子搬回云林 却一乱花她的钱 导致云林房屋贷款付不出来 最后被拍卖 经过这些事后 她觉得自己太年轻就结婚 很冲动很后悔 14年前肃请离婚 但被法院驳回 致使夫妻两各过各的 再回首 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43岁 结婚25年 却有14年都是懊悔 去年她再度肃请离婚 这次台中高分院认为 他们分居超过10年 婚姻名存实亡 感情荡然无存 两人都有责任判准离婚 未经许可 妙白 未经许可 妙白 未经许可 妙白